聪明的猫和不知感恩的老虎 在中国,人们相信在很久以前猫和老虎是好朋友,而且猫比老虎聪明得多 猫学习动作技巧很快,老虎却总是落后,渐渐的,老虎不得不向猫学习了,猫也很有耐心的叫老虎 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老虎终于也可以像猫一样,跑,跳,打滚,扑抓,撕咬,击打 一个夏天的下午,猫在打盹,老虎在边上坐着 老虎看着猫,忽然想到,既然自己已经学会了猫的所有本领 为什么还要和这么小的动物一直做朋友呢? 邪恶的老虎决定杀死熟睡中的猫,当作晚餐前的点心 老虎站起来,邪恶的一步步靠近猫 就在这时,猫醒来了 聪明的他睁开眼睛,立刻意识到老虎要干什么 于是立刻灵活地跳到了附近的大树上,爬到树顶 老虎以为他已经学到了猫的所有本领 但他不知道猫还藏了一手爬树的本事 我没有让你学这最后一个爬树的技巧 因为我怀疑你可能会是个不知感恩的朋友 猫高声告诉树下无奈的老虎 你不 Whether你训VVivi 看一下树下无奈的 divorced